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記得我們以前有講過的 有一圖片很深印象 就講1959年的時候 中國和蘇聯鬧回了 中國要自己弄原子彈 當時怎麼弄原子彈呢? 原來看起來有人擔個蛋 挑一堆東西 那些全部都是知識青年 好像上山下鄉那樣的 那些圖片你信不信是弄原子彈呢? 它有很多的周邊工程建設在那裡 譬如要弄那個試驗場 還有要有很多基本的宿舍 甚至乎你開的那個油礦 其實你會發覺就是 都需要請很多的普通的勞工 但是只不過當時 1950年代、60年代 中國的那個勞動力的條件 你連運輸的器具都欣奉的時候 很多的過程就需要用到人力去做 我們今天講什麼題目呢? 就是因為最近在南華祖國登了一篇文 就是講這個鄧家仙 就是兩打一聲的這個什麼呢? 其實也不是只有他一個的 只不過是突出了他這個人 這個標題也很有趣 令到我們今天要選擇這個題目 就是說 Diamatically oppose in character to Oppenheimer 為什麼無情情要和這個 Oppenheimer 要相提並論呢? 有人曾經將他比喻過鄧家仙 都是叫做有份孕育了中國的原子彈 如果中國的兩彈一升 那兩彈就是核彈和飛彈 飛彈 升就是 是的 或者導彈 是的 是的 那一升就是衛星 所以你有火箭技術 你就已經可以叫做做咒到衛星 是不是? 另外就有火箭技術就可以做到導彈 那方面你發覺前學森的貢獻就在那邊 而那個核彈呢 鄧家仙 前三強這幫人 屬於就是去砌核彈那邊 那當時的故事 你發覺大陸就很喜歡那種叫做 塑造英雄式 塑造勞動模範英雄式那種人物傳記故事 就說到 哇 楊鎮寧當年終於可以排除萬蘭七十年代去到中國那裡 然後就問回鄧家仙去了那裡 鄧家仙那個人其實那個生活條件很慘的 就找他出來見了一面 就問了一句這個中國的原子彈是不是中國人自己搞出來的 他說是 那接著那個電視劇還拍了一幕 後來梁鎮寧聽完這句話之後就躲到廁所哭的 我都看過這段時間 是啊 是的 就是這樣說啦 戲劇上面有去表達 但是你說楊鎮寧本身感不感動 那他的感動這件事沒得否認 他自己一個主觀的感受 是不是 那就是當時反映到中國能夠做到這個核彈有多麼艱難 那就是剛剛這一兩年又有那個 Openheimer那個電影 那其實是有一個整年前的電影 那將它相提並論 那你美國有澳本海脈去幫你做了美國第一個原子彈 那我們中國第一個就是鄧家仙 那會不會兩個人就將它可以並排來做比較呢 那那一篇文章我自己就沒辦法看到 那就要靠台長你去講一講 不是 他主要是這麼說的 他說這個是diametrically opposed 就是Openheimer的性格是怎樣 鄧家仙的性格是怎樣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有一點取巧 取巧在哪裡呢 大家那個政治環境都不同 是吧 那你Openheimer在處雖然它處於一個秘密的狀態做這件事 是 但是後來它的成就是公開的 是 是 鄧家仙是不是呢 鄧家仙你看看文革那時候有沒有說 我們要做這個原子彈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已經做了原子彈的嘛 嗯 有沒有特別高揚它是一個 就是什麼的無犯英雄呢 但是這個看歷史就知道了 但是我想問清楚一件事就是 因爲大家有先後不同的次序嘛 嗯 Openheimer去做的時候 這件事是完全大家沒做過的 是 是 是 中國是不是同樣的情況 完全不是啦 在中國以前美國做了 美國做了之後 蘇聯都做了的嘛 是 只不過是因爲蘇聯當時 就是毛澤東和坑魯伊夫賴回來了 就整班蘇聯專家一夜之間走了 哇 個個都站在這裏 在這裏講一個 又不適合 但是其實也可以參考的例子 蘇聯專家和中國合作撤走那年的關鍵年份 就是1960年 那中國後來爆到原子彈就是1964年 那鄧家鮮在美國博士畢業回來就1950年 而錢學森回來就1955年 那這幾年間 就是省略一點說就是 其實有一段時間就是 由1950年至1959年 是一個叫中蘇蜜月期的時候 的確是在那個軍事科技那裏 是有支援在那裏的 就是你沒辦法否定在韓戰的時候 中國怎麼拿到制空權呢 完全就是教蘇聯給的飛機 以及靠蘇聯去幫忙訓練那些飛機師 另外就是 錢學森在很多他的傳記資料都提到就是 在1959年的時候 中國其實拿到一個火箭的圓形 錢學森一看的時候還在說 哇 毛澤東你去到這個莫斯科 花這麼大的口水 拿到這個火箭的模型 我一看就是以前我看到那個V2的複製版而已嘛 那時候蘇聯就叫做應酬一下中國 找了中國笨這樣就把那些比較不是最尖端 就由蘇聯自己在德國拿回來的那個V2 自己複製了一次的那支自己都不是最先進的東西 就賣了一支給毛澤東 然後運到它的時候 整個中國不知道那支有多先進不先進的 錢學森一看 這支我194幾年就已經在德國見過了這支東西 這樣的了 其實已經是 這段歷史要講的 因為有些觀眾不熟悉的話 就好像不知道頭不知什麼 首先V2就是德國在它戰爭的末期 它們就透過一群的科學家 以馮布朗為首的科學家就做了出來的 做完出來的時候 德國已經戰敗的 當時變成了有A B Team A Team就去了馮布朗那班去了美國 B Team就去了蘇聯 那錢學森為什麼會看到呢 就是因為錢學森很厲害 當時他的老師就是一個在匈牙利裔的 應該是火箭專家 Van Carmen的學生來的 Van Carmen就是教書了 但是錢學森是做了什麼呢 當時美國是俘虜了德國的科學家的時候 然後要看這些火箭呢 是錢學森友上去看的 是的 所以那個圖子 它是知道的 那這裡就講遠了一點點了 其實呢 你可以看回 那究竟核彈那裡有多少資料 在中國那裡當時已經掌握呢 可以這麼說就是說 鄧家仙由他自己在普渡大學畢業的時候 要記住1950年他畢業回來 其實說中間有一段時間 就是中國是拿著 就是100%肯定 當鄧家仙拿到獎學金出國的時候 拿著那本護照叫做中華民國護照 而當時的時候就是用同盟國的身份 只不過後來1949年那個大陸政權逆手的時候 就開始那些大陸留學生 要回中國就很困難了 那錢學森就是其中一個就是想回去都回不了 其他就還有一段後話歷史 楊鎮靈就是選了不回去 繼續在美國申請綠卡的那一班 鄧家仙就是一畢業之後 立刻拿到畢業證書 第二天就立刻搭船走的那一班 其實基本上由45年到50年 你想想美國基本上 那段中間的時間已經在搞輕彈 對於那些懂得核子的人 還有還有一個盟國身份人員的那班人裡面 其實有很多已經是有一些 不是由零開始的知識 就是究竟美國具體上那個做原子彈那裡 是怎樣去做 中間有什麼理論上、技術上的東西呢? 就是很多東西鄧家仙已經不是由零開始去做的 就算他自己不是參與馬克頓計劃也好 他身邊有很多人是接觸過這些計劃 是不是? 然後甚至乎回到中國的時候 究竟蘇聯那裡流落了的一些東西 又有多少那裡 其實可以有些東西 就算你說重複都可以 起碼有些東西是可以交換印證 變了你就知道有些東西 你是不需要再花時間下去重新搞過 所以那裡你發覺是節省到一些時間的 一點都不奇怪 所以剛才你說講到 將鄧家仙和奧本海默去做一個平衡比較 我只能夠說一個噱頭 大家的起點不一樣 這裡你就說了起點不一樣 但是有些沒什麼人提過 就是這篇文章應該都沒有提 我告訴你其實連終點都不一樣 為什麼呢? 是不是代表著鄧家仙做到原子彈就等於 就是他做出來的原子彈就等於 澳本海默能夠做出來的原子彈一樣這麼漂亮呢? 那這樣很多人沒什麼怎麼提的 當澳本海默做到原子彈的時候 他同一時間做了兩款設計的原子彈出來 其中一款是不需要測試直接丟進去廣島的 那種就很簡單 裡面是兩塊有二、三、五 兩塊黏在一起變成一塊 然後爆 講的簡單一點就是這樣 要測試在New Mexico測試的那一塊 就是電影裡面你看到爆的那一塊 是一塊叫做內爆裝置 是外面有一些爆炸的東西 將裡面那一塊不元素壓縮 然後引發爆炸 是兩種不同的物料 兩種不同的設計來的 中國在1964年做的那一種 其實只不過是廣島簡單一點的那一隻 就是由鄧家仙主導之下做的那一隻 其實是簡單一點的那一隻 美國是連試都沒有試 就直接丟進去廣島的那一隻 而澳本海默去試的時候 已經是用那種內爆裝置 在鄧家仙去做到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沒有這樣的能力 就是說我會說鄧家仙他們領導 就是那個團隊 他們在1964年做到那一顆的原子彈 其實他以當時的距離 是及不上美國1945的水平 而還有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說到鄧家仙 他那個英雄故事的時候 其中的一幕 你從大陸那些材料都看到的 就是曾經試過有試爆失敗 而且還要試爆失敗呢? 是說那個東西裡面還有一個彈頭 還有一堆核原素在那裡 這個就直接解釋了鄧家仙後來 為什麼會是因輻射生癌而死的故事 就是他因為試爆失敗 那個炸彈的殼破裂了 然後他要親自去看一下檢查 究竟是一個什麼問題 他當時說了一句 就是說你們不要去了 你去到看都不知道是什麼 就白受污染 就是你去了也沒用白污染 就是這樣說了一句這樣的說話 然後就自己去 自己去看完之後 接著就回來 他直接驗到那些尿 都有放射性 已經中了輻射的了 後來就是直接導致他死的原因來的 其實你看回那種這樣的示範 要這樣去看的時候 當然你設備很久了 其實是虛在什麼呢? 就是連那種那麼基本的設計 別人美國試都不用試的那種設計 其實在當時中國做的時候都失敗過 為什麼失敗的位置在哪裡呢? 就是當你把兩塊有二、三、五 從一塊吸到另外一塊 令它爆的時候 你是要把它壓實 和不要反彈 就是你兩塊東西要像兩塊泥膠一樣 兩塊明明是金屬的東西來的 那些很重的金屬 當它們拍在一起之後 不要彈開 第一就是他們首先 兩塊硬的東西撞的時候 一定會彈開 第二就是兩塊東西放在一起 兩塊東西都有很強的放射性 兩塊東西其實就好像在互相有道理去排斥 因為它們其實是傾向想互相炸開的 你是要做到一個裝置 是令到東西一吸起來的時候 那兩塊很重的有元素 是完全黏住的攬在一起 不要再分開 之後才能夠 就是要攬得夠久 才能夠儲得足夠勁的連鎖反應 令它出一個核爆出來的 其實就是在這個結合的裝置已經出的問題 令到東西炸開了 令到最後就是炸爛了外殼 就出不了一個很大的核爆出來 所以你會看到就是 在中國開發的原子彈的時候 那個起點已經是被人家著數了一些的了 有權去追的了 但是在實際操作起來的時候 那個事故和那個質量 還有最後甚至出來的那個技術先進程度 其實在當時講的現在看回頭 都還是落後很多 勉強做到場表出來爆了蘑菇人魂出來 但是背後那個人員成本的犧牲 中間走的彎路就都不見得特別少 不過就是如果不是它是叫做 已經叫做遲開始研發掌握到部分資料 你在一個這樣的制度之下再研發 所需要的時間只有更長而已 我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看 中國華人民共和在當時那個條件 經濟條件、國力條件、人才條件 國際風的條件去做 我仍然覺得都是了不起的 至於剛才你提到就是 那個複放卸星而導致它在癌症那裡 曼哈頓就說都好幾個鐘招了 是 是 是 黃奈文 它很奇怪的 它又不是直接落手落腳的 它是計算的 都糟糕了 沒有的 近得多的那些環境 在那個實驗室附近內就中了 是啊 不是說你親自去看一件現省提煉好的那個東西 是你中間暴露的每個實驗都很少而已 但是原來發覺你花太長時間在那個實驗室 接著就太多了 就變了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奧巴黎馬後來是背著一個罪咎的 就是它覺得它配合那個美國的政府的決定 去扔兩個電子彈去日本 它是 後來它是背著 我起碼看一套戲就這樣說了 但是鄧家仙就純粹一件事是文革 它這邊問商說一件事就是 爲什麽不早些包養它 大家知道文革那個時候 就連韓恩斯坦都要被批判的 那鄧家仙那時候不受批判已經很幸運了 他都是一個資產階級的科學家來的嘛 總結來說 鄧家仙他的犧牲是很大的 的確沒有他就真的不行的 在這個核彈開發的那個事件上面 但是就一如很多同期的 由民國時代出生長大受教育 甚至浸過鹹水的專家 在1949到1960之後 中間這段時間 尤其是選擇回到大陸那邊 命運都是非常的坎坷淒涼 條件也都非常的差 就是有人就特意提過一個 一個關鍵年份就是1967年 就發覺就是這個 中國民國時代流洋物理學家大量死亡年 他不是追遇最慘的那個 他不是追遇最慘的那個 他不是追遇最慘的那個嘛 你花點時間想一下 追遇最慘的那個是誰 我們將來再做一個科學家大量 我們一路就會找到一路會繼續說 好了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2022神秘的夜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和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嗯?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就不是人類來的 大家不下飛機 那整幾人都會死的了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的東西的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麼有機會人就去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你就追我們的節目了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有錯了 其實我和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了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了 其實有人扮我們兩個還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的了 好了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只是我和台長 所以我和台長有幾圖 對不起